有一位艺术家年仅28岁就离世了 但他没有一刻被这个世界遗忘过 看过他作品的人呢 都能够从中看到他对生命 对社会的控诉 到了34年后的今天 他的作品还是频频出现在大众的面前 每次降临到拍卖场上呢 记录都会被刷新 时间的流逝 好像只会让他的存在意义变得更大 艺术是很主观的 艺术界对一个艺术家也很少达成共识 但是这个人却不一样 他被一致的认为是艺术界的传奇 无法取代的传奇 他就是巴斯奇亚 我相信很多人知道巴斯奇亚啊 都是在2017年 日本超级藏家钱泽有作呢 以1.1亿美金拍下了巴斯奇亚的五体这幅作品 创下了艺术家迄今为止最高的拍卖记录 并且刷新了美国当代艺术家的拍卖记录 巴斯奇亚在1960年12月22日 出生于纽约布鲁克里 跟很多出生在贫民窟的街头艺术家不一样 巴斯奇亚呢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 母亲呢是波罗利个人 父亲呢来自海底 巴斯奇亚呢自小就非常的喜欢艺术 非常热爱艺术 他的母亲呢也非常的试试他 但六岁的时候呢他不幸遇到了一场车祸 在医院的康复期间呢母亲给他买了一本19世纪的医学教科书 《格雷解高学》 这本书啊对他后来的艺术创作影响非常的深远 很多他作品中的人体结构灵感呢都是来源于此 巴斯奇亚呀非常的聪明 他在11岁的时候呢就能够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呀 法语呀还有西班牙语 13岁的时候呢他入读了曼哈顿的一所高中 那在这里呢他非常的叛逆呀赶上了叛逆期 他频繁的逃课呀被学校开除 索性呢他也就离家出走了 那那个时候啊年少期生的他呢 混迹在地下的艺术圈里面 然后在街头涂鸦呀随便的画画呀写字啊 在墙上啊冰箱上啊都留下了他的一些作品 1977年呢一系列署名为SAMO的涂鸦呢 出现在美国曼哈顿的街头 充满讽刺寓意的符号啊图像啊还有文字 全部都来自17岁的巴斯奇亚之首 可是呢涂鸦并不能为他带来收入 这个时候呢他也会去工厂做一些零工 然后制作一些明信片去贩售 获得一点生活的收入 他以黑色的线条呢描绘猴子与王冠 并在上面写上New York King 表达纽约的王者呢是黑人 1980年那个时期的纽约呢真的是过骨藏龙啊 Andy Warhol啊Kiss Harren啊草菅迷生啊都聚集在那里 那对于巴斯奇亚来讲呢 Andy Warhol也是他非常敬重的一位艺术家 1980年呢两个人也在苏豪区的一个咖啡厅 相遇了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那时间呢很快就来到了1982年 这一年啊对于巴斯奇亚的人生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年轻21岁的他呢在办了首次歌展之后 作品一抢而空 也震惊了整个当时纽约的艺术圈啊 那随后呢他还不断的去创作 他去了美国西岸 那他的画室呢刚好就在著名的画廊主 高谷轩的公寓楼下 也因为这个纪约巧合呢在1983年的时候呢 巴斯奇亚也在洛杉矶高谷轩空间呢 举办了第二次个人展览 他的作品啊令全球艺术界为之倾倒 三年后呢他也在回忆当中说到 我当时有一些钱我画了最棒的作品 事业有成的巴斯奇亚呢 在爱情方面也令人非常的羡慕 那个时候啊他的交往对象是刚刚出道的麦当纳 美国巨星麦当纳在日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他也说过他记得半夜起床的时候 巴斯奇亚已经离开床上 同凌晨四点就站在画部前绘画 这是他带给他的记忆与感动 巴斯奇亚的作品呢在艺坛引起了不少的共鸣 那当时啊不少的艺术家都希望摆脱1960年代末 是1970年代主导议坛的极点主义风格 所以呢都把巴斯奇亚看作是新表现主义运动的灵魂人物 崭新的邻军者 事业爱情双丰收嘛 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好朋友也要出现了 在画生布鲁诺必修伯格的牵线下呢 把巴斯奇亚带到了当时沃霍尔的工作室 在1980年后两人再次见面 安迪·沃霍尔啊非常欣赏这位年轻的艺术家 两个人呢交团甚欢 之后呢他们开始一系列的合作 并成为了一生的挚友 巴斯奇亚那个时候虽然很火 但是呢安迪·沃霍尔永远是他的老前辈啊 那他在这一次见面之后呢非常的激动 他回到了画室之后啊 马上就创作了一个作品 双人像送给了安迪·沃霍 画布上的形象呢正是安迪·沃霍尔和巴斯奇亚的肖像 防乱的笔触和燃料流淌下来的痕迹呢 也显示着巴斯奇亚当时内心的喜悦啊 1983年到1985年呢 安迪·沃霍尔和巴斯奇亚在工作室呢 疯狂的创作 也开启了巴斯奇亚的黄金年代 之后呢在高谷宣等重要画廊 也举办了八场各展 震惊了纽约的艺术节 达到了名声巅峰 当时安迪·沃霍尔工作室的助理 罗尼·卡托尼也表示 他们之间呢是共生的关系 巴斯奇亚相信自己需要安迪·沃霍的名记 而安迪·沃霍呢则需要巴斯奇亚的创新力量 巴斯奇亚再次令安迪·沃霍变叛逆 巴斯奇亚的作品呢 有股奇妙的魔力 有一种童真的感觉 哎 表达的手法呢又非常的粗犷 在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之前艺术家的一些元素 在里面有达芬奇的那种解剖学的感觉呀 又有孤朴艺术的这种特殊元素在其中 在白人主导的议坛当中呢 巴斯奇亚是少数的黑人艺术家 他的作品呢充满政治意义伪军与黑色的主题 带出美国黑人承受的苦难和创伤 我们可以在他的画面当中啊 一眼就能看出他独特的风格 还有这些经典的元素 例如皇冠啊 国王啊 像肯定一样的人 巴斯奇亚呢 也在早期形容自己的题材为皇室 英雄主义和街头 那随着艺术生涯的发展呢 早期的王冠 逐渐变成了带着闪烁投射的人物 1983年呢 年仅22岁的巴斯奇亚 作品便入围了惠特尼双年展 成为大型国际当代艺术展中 代表美国参展的最年轻的艺术家 1985年呢 他又登上了纽约时报的杂志封面 在采访当中呢 有人问他 你为谁而画画 他沉默了许久回答说 我想我是为了自己 但最终为了你所知道的这个世界 然而好景不长 巴斯奇亚啊 虽然闯出了一番名气 但是他黑人的身份呢 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 他开始呢 用毒品进行抒压 巴斯奇亚不少的好友 后来都表示说 当时啊 巴斯奇亚的毒瘾 只有安迪沃侯能够帮他控制得住 可是呢 1987年 安迪沃侯去世之后 也导致了巴斯奇亚更加的抑郁 长期过分依赖毒品呢 摧毁了他的身心 毒瘾变急速的恶化 最终呢 在1988年8月12日 在纽约 巴斯奇亚因服药过量而逝世 在不到8年的创作时间呢 巴斯奇亚留下了上千年的作品 一位名声雀起的新星 骤然去世呢 也让无数人感到晚期 全世界的美术馆呢 也争相为他举办各种回顾展啊 而艺术拍拍市场上呢 他的作品一直都非常受追捧 他标志性的街头涂鸦风格呢 也成为潮流艺术时代的重要标签 从优衣库啊 扣施啊 等潮牌 都在发售巴斯奇亚的联名产品 在艺术家去世30年后呢 他的作品涨幅达到了5800倍 片头我们提到过 日本藏家钱泽有做收藏的那张 1.1亿美金成交的历史最贵作品呢 在1984年时 价格仅仅是1.9万美金 生命结束前的两个月呢 巴斯奇亚汇集了两个主题 于最后一个作品上呈现 成作死亡 这一张作品当中呢 没有他标志性的文字 没有拼贴 没有激情的笔触和颜色 简单的背景当中呢 只有一个黑人的脸 骑着几乎分解的骷髅 好啦 这就是巴斯奇亚的故事 他的走马登斯的一生呢 一个又接着一个的legacy 那记得呢 还有一个专访当中啊 Andy Warhol当时也在现场 记者问他 你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当时笑声回答说 最害怕自己的作品 不是被大众喜爱啊 而他的好友Kiss Taren的作品 会卖得比他贵 巴斯奇亚呢 你现在不用担心了 你的作品呢 非常受大众的喜欢 而你的好友Kiss Taren呢 和他的双胞胎弟弟Mr. Doodle 他们两个的作品 加在一起啊 都没有你的一副五体 来得有价值